男子鼻水流不停 竟是腦液外漏 一般人以为流鼻水 不外乎是感冒或过敏 美国亚利桑那州一名男子 流鼻水持续一年半 就医检查后发现 竟是脑液外漏 他一年半前洗床 发现鼻子流出透明液体 他以为是过敏 情况却越来越严重 他就去看医生 医生帮他检查脑部和鼻子 化验流出来的液体 结果发现他脑膜穿孔 脑液会从鼻子流出 人体每天自动制造300多克脑液 以防脑部干涸 医生用喉管经过鼻孔 将类似胶水的物体 粘住脑膜的破孔 男子现在已经完全康复 医生表示脑液相当清透 与过敏导致的流鼻涕 截然不同 如果鼻水流不停 应该就医整治 动新闻综合报道 流鼻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